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咱常说恋爱中的人智商为零嘛 不过友情爱到确确实实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排除那些目的性很强的酒肉朋友爱 当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甚至能超越亲情和爱情 历史上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大有人在 但相反的在背后插朋友两刀的也不在少数 所以友情是相当复杂的一种关系 不得不承认 两个不认识的人能够成为朋友 起初都是因为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或者近似的三观 这让交朋友这件事变得非常的纯粹 只要两个人能聊到一起或者玩到一起就行了 其他的似乎并不重要 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看完本期视频 你的想法或许会有所改变 2006年6月9日星期五这天 居住在阿拉巴马州奥本市的林赛布劳恩 显得非常的兴奋 因为当天晚上他要在自己的家里举办女孩之夜 所谓女孩之夜就是邀请几个好姐妹来家里看看电影 喝喝小酒聊聊女孩间的小秘密 为此林赛早早的准备了一些小吃食等着朋友们的光临 不过周五毕竟是工作日 所以没有约定的具体聚会时间 反正各自下了班就来 早点晚点的也无所谓 大约在晚上6点半左右 林赛接到了好友罗利·斯兰斯基的电话 他也是当晚受邀人员之一 从电话中的声音来听 罗利身处的环境似乎十分的嘈杂 他告诉林赛自己打算去沃尔玛超市买点调制鸡尾酒的材料 买完东西马上就到 林赛则让对方开车慢点不要着急 然后就开心的挂上了电话 而随着朋友们的陆续抵达 女孩们迅速打沉了一片 玩的是不亦乐乎 当时间来到晚上8点半 林赛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哎 居然又是罗利 此时林赛才想起来啊 这罗利咋还没来啊 买点调酒材料要两个多小时嘛 于是他赶紧接通电话 打算问问对方到底是咋回事 哪知对方呢 却一点声音都没有 几秒钟后 电话便被挂断了 鉴于这种情况 林赛立马回拨了过去 可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他觉得是不是罗利突然有了别的什么计划 没办法来了 所以呢 才会给自己打个电话 又因为信号不好之类的原因呢 导致无法接通 就在林赛想再打一通电话时 耳边传来了家里姐妹们的催促声 所以啊 他只好发了一条询问的短信 便回去和大家继续嗨别了 由于当晚啊 女孩们玩的太过疯狂 疯狂到林赛联聚会是怎么结束的都不知道 总之等他再次睁开心松的双眼时 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他拿起手机一看 怪 手机上啊 居然没有收到罗利的任何信息 林赛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 心说这罗利不回电话也就算了 好歹应该发条短信解释一下没有来参加聚会的原因吧 主要的问题是 这根本就不是罗利的行事作风啊 想到这儿 林赛一通电话打到了罗利的住处 结果呢 依旧无人接听 而在接下来的周末时光里 林赛不知道又给罗利打了多少通电话 可惜就是找不到人 哎 有朋友要问了 既然这样 林赛为什么不报警呢 很简单 林赛和罗利啊 同在一家心理康复中心上班 所以林赛在前一世中呢 总想着等周一上班 再看看情况 然而当周一来临 罗利还是没有出现事 林赛真慌了 他决定叫上同事前往罗利的住处 一探究竟 话说罗利的住处啊 在一个拖车公园里 这地方呢 因为设施极权风景秀丽 很受当地大学生的欢迎 罗利的拖车房啊 就是在上大学时 母亲帮他买的 而林赛一行人 刚抵达目的地 就发现罗利家的门啊 居然没有锁 其座驾呢 也没有停在车位上 见此状况 林赛先在门口喊了几声 在没有得到回应后 便义无反顾地冲进了屋内 按照套路 接下来就应该发现可怕的犯罪现场了 对吧 实际情况啊 却并非如此 由于林赛也在罗利家参加过派对 所以他对房子的结构很是熟悉 没过多久呢 便找了个便 结果是 罗利不在家中 但家里啊 整整齐齐 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好事情的迹象 有人要说了 这不稀奇啊 或许罗利不是在家里出的事呢 说的没错 起初林赛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件怪事 罗利家养了一条名叫花生的约克夏犬 此时这条狗呢 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小家伙见到林赛时啊 兴奋的上窜下跳 尾巴也不停的摇来摇去 看得出来 他很高兴 同时 也很健康 如果罗利从周五开始就没有回来逛 那么连着三天水米未尽的宠物狗 会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吗 就算他三天不吃不喝 能三天不排泄吗 因为笼子底下的托盘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排泄物 换言之这条狗绝对是有人看护的 问题是照顾花生的人会是罗利吗 为了寻求答案 林赛又在房子里转了一圈 这一次他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厨房里少了三块小地毯 林赛清楚的记得啊 罗利曾说过 宠物狗花生呢 不喜欢踩在瓷砖上 所以啊 他才在厨房的地面上 放了三块地毯供小狗踩他 除此以外 罗利家门前的垃圾桶也不知虚香 以上种种呢 让林赛觉得 照顾宠物狗的人大概率啊 不是罗利 在回到公司后 他将情况通报给了老板 后者则第一时间联系了罗利的母亲阿玲 阿玲得知女儿失踪的消息后呢 二话没说便和丈夫卡西前往了罗利的住处 和之前的林赛一样 他们从里到外对房子展开了搜寻 并再次有了新的发现 罗利卧室的坐机电话线没有了 就这样 夫妻俩选择了报警 一开始啊 警方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因为澳本市本身就是个大学城 警局呢 三天两头就会收到年轻人失踪的报案 实际过不了几天 所谓的失踪人员就会平安归来 不过当负责人听到现场少了地毯垃圾桶 以及电话线这三样东西时 马上就意识到 这起失踪似乎和以往那些不太一样 于是调查人员没有丝毫迟疑的 对罗利的身边人展开了排查 然后他们就得知了 上周五 林赛家开派对 罗利失约的事 与此同时呢 林赛还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各位应该还记得啊 在派对那天的晚上六点半左右 罗利呢曾给林赛打过一通电话 说要去超市购买调酒的材料 林赛告诉警方 当时呢 他在电话里啊 还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巧的是 这个人林赛也认识 谁呢 罗利的男性好友 叫瑞克安妮斯 他俩在读书时期呢 就认识了 关系也非常的要好 空闲时呢 经常混在一起 所以当电话中出现瑞克的声音时 林赛也点都没有在意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罗利失踪了 而瑞克呢 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 因此警方丝毫不敢懈怠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瑞克安妮斯 询问他和罗利在周五那天的行踪 面对警方的质询啊 瑞克倒是知无不言 他承认周五晚上六点多 自己的确和罗利在一起 不过两个人分开时呢 罗利还好好的 此时警方问道 你和罗利究竟是什么关系 瑞克爽快地回道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另外呢 私下还一起种了点杂草 大家懂得啊 周五那天呢 我给了他一些杂草 还建议说啊 最近这东西价格不错 如果拿上去卖了 能赚到不少钱 好家伙 听完这句话 警方想到了一种可能 罗利不会是去卖货的时候 出了意外吧 要知道 交易违禁品的地方 可是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啊 可母亲阿玲在听到这种推测后 马上就提出了反对 她表示啊 罗利是个生活简单 交际圈 也不复杂的普通女孩 自己绝不相信 她会和违禁品扯上什么关系 实际通过大面积的询问呢 罗利的其他朋友也都表示 从未听说过罗利接触过什么违禁品 但不得不承认啊 这种事情呢 属于少数几个人的隐秘啊 确实不可能惊人皆知 反正调查了一圈 罗利的行踪呢 依旧是一团迷雾 上面提过 除了人以外呢 罗利的车也不知去向 而找车向来要比找人容易 所以警方决定 先派出人手 全力搜寻罗利的作家 2006年6月14日凌晨4点40分 也就是案件发生的5天后 罗利的车 在一家保龄球馆附近的巷子里 被人发现了 说是汽车啊 其实就是一个车架 因为车子的其余部分 已经被大火焚毁了 现在人找不到 车子呢 要无缘无故的被烧了 经验丰富的警员 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什么失踪案 于是他们把调查的方向 转为了谋害 通过勘查 狠简在罗利汽车的附近 找到了一枚烟蒂 以及一个红色的汽油桶 巧的是 负责周边排查的警员啊 居然在旁边的保龄球馆里 发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红色汽油桶 通过询问 店员表示 球馆里本就有两只汽油桶 只是其中一只呢 遗失了 最后经过确认 汽车旁的那只汽油桶 就是球馆仪式的那只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罗利的那位好友瑞克 居然曾经是这个保龄球馆的员工 就这样 警方再次传唤了瑞克 与先前不同的是 此次他是以嫌疑人的身份 被带回进局的 而随着身份的转变呢 警方也注意到了很多新的细节 比如瑞克的手臂和身上 有一些不太明显的抓痕 被问及伤痕的来源时呢 瑞克支支吾吾 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且靠谱的答案 很明显 这个男人指定是有点问题的 但警方手上掌握的呢 都是些旁证 看似有用 实则一句巧合就能糊弄过去 所以 必须要有更为明确的证据 或者说 作案动机 调查人员呢 才有权采取某些强制措施 鉴于此呢 警方又想到了林赛 这个女人不仅和罗利关系密切 还能通过电话听出瑞克的声音 说明她对两人都很熟悉 那么林赛会不会知道 瑞克可能谋害罗利的动机所在呢 面对这个问题啊 林赛在思索良久后表示 是不是动机不知道 反正在案发前不久呢 罗利说瑞克啊 给他写过一封情书 一听情书二字 警方就想到了上次询问时 瑞克明确说自己和罗利呢 只是普通朋友 于是审讯员转头就质问起了情书的事 后者见状 只能承认确实写过情书 可惜呢 被罗利拒绝了 好家伙 这下算是找到动机了 或许大家会觉得有些草率啊 其实吧 情书背剧 是不是动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警方可以由此展开强制措施 啊 例如呢 搜查瑞克的车 结果他们就在车里发现了一把刀 一副毛茸茸的手铐 以及几瓶清洁剂 虽然以上种种呢 已经让警方有了很不好的预感 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没有找到遗体 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罗利已经被害的情况下 想要让嫌疑人认罪 那基本属于痴人说梦 因此警方啊打算在搜寻罗利的同时呢 对瑞克展开深入调查 试图找到更多可能的线索 然而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之下连警察都吓了一跳 那么他们究竟查到了什么呢 这事啊 还要从13年前讲起 1993年3月5日晚间 阿拉巴马州巡逻警约翰克兰克 接到了一通报案 说有辆车啊 在高速公路上失控 撞上了围栏 所以约翰呢马上就驱车赶了过去 哪知道地方一看 现场除了事故车以外啊 就只有一名十来岁背着书包的小男孩 约翰见状 立马就将小男孩带到了安全区域 并询问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不是车上的乘客 以及其他人的去向等等 你们猜怎么着 小男孩不紧不慢地告诉约翰警官 我没事 车上呢也没有其他人 因为这辆车就是我自己开出来的 约翰一听 好嘛 遇上传说中的熊孩子 于是呢他只好确认了一下男孩的基本信息 并传回总部准备联系其父母 在等待的过程中 约翰习惯性地打开了男孩随身携带的背包检查了起来 接着呢 他就被眼前所见给惊呆了 因为男孩的包里居然放着一把将近八英寸长的菜刀 以及一整合十二口径的散弹 面对这种情况啊 约翰严肃地看向男孩问道 你的父母在哪儿 见男孩不说话 约翰瞬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他与警局取得了联系 并要求尽快派人到男孩的家里查看现情况 果不其然 当大批警员来到男孩的住处后 很快就在主卧的地板上发现了一男一女两拒一银 后庆确认这两人正是男孩的母亲 朵莉弗洛斯和继父艾迪弗洛斯 两人去世的原因都为脸部重担 而约翰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家人遭到了袭击 男孩呢则幸运地逃了出来 没曾想 这种推测很快就被否定了 原因很简单 在被问及父母到底遭遇了什么时 男孩沉稳地回到 爸妈都是被我干掉的 原因是他们想要搬家 但我不想离开我的学校 你们没有听错啊 动机就是这么的简单 更为可怕的是 经法医鉴定 男孩父母的去世时间居然是3月3日 也就是发生车祸的两天前 话言之 男孩和遗体一起生活了两天 而且在这两天里还正常去学校上了课 另外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张名单 上面不但有男孩父母的名字 还有他三位季姐的名字 不出意外啊 这就是一张死亡名单了 虽然此案在登报后舆论哗然 人们难以想象一个12岁的少年怎么会做下如此凶残的案件 不过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男孩的姓名呢 从未被公布 甚至都没有接受过审判 最后呢 他是被送往了阿拉巴马州的少年拘留所 到了21岁就被释放了 他前脚刚放出来啊 后脚就认识了当时正在读大学的罗利 听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吧 这个男孩不是别人 称是罗利失踪案的嫌疑人瑞克·安妮斯 了解完此人的恐怖过去 警方更加确定罗利大概率是凶多吉少 可还是那句话 在没有遗体且没有直接证据的前提下 根本无法对瑞克发起指控 这时间一成啊 罗利失踪案就在明知凶手身份的前提下 成为了一起悬案 转眼间 十年匆匆而过 2016年阿拉巴马州警局成立了一个悬案小组 领头人呢 是一个名叫马克·惠特克的特工 他选中的第一起悬案 就是有明确嫌疑目标的罗利失踪案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啊 这种所谓的悬案小组 其实就是定期将老案拿出来 用全新的行政技术筛查一遍 看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线索 然而马克稍微一研究卷宗啊 就傻眼了 咋了呢 当年在罗利被焚毁的汽车旁不是找到了一枚烟蒂吗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枚烟蒂一直放在证物柜中 从来没有拿去做过检验 这让马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然而很快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悬案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叫JW巴恩斯警官 在罗利安的档案中找到了一封从未被拆开过的信件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份2007年初剧的检验报告 报告上明确写着 罗利的床单上发现了金叶残留 拖车公寓的大门内发现了血迹残留 经过DNA比对 金叶和血迹都与瑞克匹配 这一发现让整个悬案小组惊讶不已啊 这么重要的证据 确然都没有拆封过 可想而知当年的调查拉跨到什么程度 不过现在纠结这些也没有用 马克觉得当务之急呢 是先将燕蒂送检 同时呢 再去罗利的拖车房搜寻一遍 因为只有证明拖车房是第一案发现场 才能让金叶和血迹成为关键证据 幸运的是 母亲阿玲呢 由于私女心切 不仅没有把房子出租 甚至呢 连房内的布置都没有丝毫更改 和十年前是一模一样 至于马克团队呢 也没有让人失望 他们在一堵墙面上 发现了不少黑色的划痕 罗利失踪那天 正巧就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 马克由此断定 黑色划痕肯定是罗利在奋力挣扎时 双脚踢到墙面上留下的 再结合床单上瑞克的经验 以及那封被拒绝的情书 事发经过似乎并不难猜测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健康活泼的宠物狗花生 原本大家一直不明白啊 罗利失踪后到底是谁在照顾花生 但如果凶手是瑞克的话 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因为他当年谋害父母后 就在案发现场生活了两天 换言之 这就是他作案的独有风格 此时此刻 悬案组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 而燕蒂的DNA比对结果 也不出预料的再次确定了瑞克的真凶身份 就这样 在罗利失踪12年后 抓捕行动正式展开 此时的瑞克早已离开了阿拉巴马州 在福吉尼亚州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这10年间 他不仅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还和一名叫艾琳娜的女孩订了婚 不知道是刻意为之呢 还是凑巧 2018年8月6日 瑞克生日这天 警方包围了他工作的地点 并在同事们的注视下 将其逮捕归案 超有面子 随着瑞克的被捕呢 谋害双亲的男孩 在多年后再度因谋害指控入狱的报道 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在引起民众震惊的同时 也引来了几名重要的知情人 这其中之一 便是罗利失踪那年 与瑞克合租的摄友 此人竟然给警方送上了一份大礼 当年零赛不是说 罗利家的厨房少了三块 给小狗用的地毯吗 摄友给警方的大礼 正是这三块消失的地毯 实话实说 没有人知道瑞克当年为什么会把地毯带回家 也没有人能够料到 室友会将地毯保留这么长的时间 更不会有人想到 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警方依旧成功地在地毯上踢去到了红色残留 后进比对里面有瑞克和罗利两人的DNA信息 当然除了社友外 还有一名叫泰瑞的好友也主动联系警方说 瑞克在离开阿拉巴马周后不久 两人曾在酒吧续过一次救 当时泰瑞问瑞克为什么要离开阿拉巴马 后者脱口而出 我得摆脱一句遗体 当时的泰瑞只当是句玩笑话 直到听闻瑞克被捕的报道 才发觉当年对方说的可能是实话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 只等着将恶徒送上法庭之时 却出现了不可抗力 疫情来了 无奈之下呢 瑞克的审判被一拖再拖 令人遗憾的是在等待开庭期间 罗莉的父亲因感染肺炎不幸离世 亲弟弟则由于癌症撒手人寰 全家只剩母亲阿玲在悲痛中苦苦挣扎 她只希望自己能够看到正义的将领 反观狱中的瑞克始终否认自己与罗莉的失踪有关 她的未婚妻艾琳娜也不停地为她辩解 认为瑞克是个诚实的男人 因为两人在相识之初 对方就把年少时谋害父母的事告诉了自己 而且艾琳娜觉得这件事也不能全怪瑞克 毕竟她是因为长期遭受母亲的虐待 才会在忍无可忍之下爆发的 只可惜呢 这个单纯的姑娘根本就不知道 她深爱的未婚夫曾亲口承认 谋害双亲只是因为不想搬家而已 好在经过漫长的等待 2022年世界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同年3月罗莉失踪案正式开庭 虽然此案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遗骸 但在检方各种人证物证的轮番进攻下 陪衬团仅仅花费了两天时间就下达了裁决 瑞克一级谋害罪名成立 判处急刑 然而啊 就在此时 有人突然站出来 对判决结果提出了疑议 谁呢 罗莉的母亲阿玲 她请求陪审团取消急刑 理由是一旦判了急刑 瑞克肯定会不停的上诉 阿玲不希望自己的余生 要不停的参加这个恶棍的上诉听证会 最终呢 法院采纳了阿玲的建议 于2022年4月14日 将瑞克改判为了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但逃脱急刑的瑞克 并没有如阿玲所愿 安稳扶清 她依然坚称自己无罪 并不停的上诉 所以不少人很气愤啊 听说早知道这样 就不应该取消她的急刑 可在我看来 当年阿玲要取消急刑的理由 或许不是她的真实所想 纵观罗莉失踪案 看似有了一个完整的结局 实则缺失了极其重要的一块版图 那就是罗莉的遗体始终没有找到 因此阿玲要求改判无期的真正理由 很可能是希望瑞克有朝一日良心发现 能说出所有的真相 如果她被执行了急刑 那罗莉的去向就会成为永远的谜题了 但不管怎么样 阿玲在心理上还是接受了女儿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 她将罗莉的拖车房移到了自家的院子里 每当想念女儿时 便会走进去 回忆那些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